这名法语球员叫周冰阳 很多球迷或许都听说过 在前几年 曾经被媒体炒作有望规划中国 不过后来他选择加入到了中华台北 不过随着金阳中超兴起了规划风潮 这个名字再一次和中超连续在一起 而少先向他伸出反缆支的球队 就是河南建越 周冰阳出生于1994年 今年只有25岁 左腹是上海人 出生于鸳鸳隔阳西北区域 大曼彻斯特郡的维刚镇 身高180公分 辞职后 周冰阳走错加入到维刚竞技新区人参加断练 17岁时因为表现出色 被提拔到维刚竞技于线队 维刚竞技在此之间 在温冠和拥角联赛上下起伏 周冰阳代表维刚竞技于线队出场过19次 法律固依求 周冰阳2016年8月 加盟苏超球队罗斯俊 代表罗斯俊出场52次 贡献了三球一助攻的数据 也正是在苏超的优异表现 在2017年的中华台北攻击入籍 持有阴格兰和中华台北收护照 2018年8月 自由生加盟赛超斯巴达克俱乐部 目前周冰阳的公属权在赛尔万超级连赛球队斯巴达克俱乐部手中 合同期限至2020年6月30日 斯巴达克并不算赛超竞理 目前仅仅台名赛超第12年 在本阶计赛超前22人比赛中 周冰阳代表球队一共出场6次 三次首发三次屁股 没有进球和助攻 在2018年 还代表斯巴达克俱乐部 参加了欧阳哥的比赛 去比出场过两次 总计12分钟 目前河南俊越 如果想要规划他的话 难度不小 因为周冰阳在2017年11月14日 代表中华台北 参加了一场国际登记赛事 而正是因为这一场比赛 让周冰阳即使放弃中华台北货照 他也不具备入选中国国家队的资格了 而且按照中国足协港澳台内容的标准 必须首次在港澳台足协注册才算内容 而周冰阳此前在优足协已经进行首次注册了 所以 既然周冰阳跟随河南俊越参加东西 晓阳和南俊越希望可以让他代表球队参加中叉联赛 目前来看或许只有一份办法 那就是让周冰阳同时放弃英格兰和周华台北双护照 这笔攻划交入中国籍 虽然他不具备入选国籍的资格 但是他可以作为为人参加中叉联赛了 对于何南俊越南说 在联赛中也是一个有效的补充 不过参考目前各支针抄球队的根换球员 换局手续普遍处理周期都要很长 这笔人能否赶在本月底清换界针抄联赛球员入课结局之前 完成他的换局手续 目前来看医院是更热之数 而何南俊越目前正中只有三名外人 剩下的一个外言名言 是否是给周必然按时预留的 也不得而知 一切结果会许到2月28日将近分享